故事说到在那尸陀岭啊 这狮子精呢 不是把孙悟空一口给吞进了肚子吗 嘿 郑重孙悟空的下怀 在他的肚子里是好一番折腾啊 最后呢 妖精是一口一个外公叫的那个亲呢 啊 求孙悟空出来 只要你出来呢 就放取经团队过山 但是孙悟空也留了一个心眼啊 在狮子精的心肝上 拴了一根绳子 没走嘴巴 爬到了鼻孔里 那老魔鼻子发痒 打了个喷嚏 蹦出了这孙行者 孙悟空一出来 这狮子精可就翻脸了 举起钢刀 是劈脸就砍啊 自己这个罪瘦大了 怎么忍得了啊 孙悟空逃出那尸陀洞 就开始了表演 表演的什么呀 放风着 众小妖远远看见 齐声高叫 大王 莫惹她 让她去吧 这猴儿不按时景 清明还未到 她却在那儿放风着呢 是啊 她那心肝 被孙悟空用绳子牵着呢 狮子精那叫一个惨啊 被孙悟空用了一灯 从空中跌落尘埃 一个大坑 慌得那二怪三怪 一起按下云头 上前拿住绳 跪在坡下 哀告道 大圣啊 只说你是个宽宏海量之仙 谁知是个属富窝藏之辈 时时的哄你出来 与你见阵 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 拴了一根绳子呀 这一幕啊 可以说是修记当中 最有趣的一段了 取经路上 最强大的 师陀岭三兄弟 居然被孙悟空 折磨成这个样子 以后还怎么在 小妖精面前混呢 相比于取经三兄弟的护坑 这师陀三兄弟 可以说是一个兄弟齐心的表率了 要知道孙悟空可从来没有为了救唐僧 向妖精们求过情啊 这些妖精们却能为了自己大哥的脸面 跪下来求悟空 悟空又一次发了善心 还真就把绳子给收了 孙悟空明明知道他们三个不服气 就再一次放了狮子精 孙悟空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善心 放妖精 这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孙悟空吗 三个妖纵身而起 谢道 大声请回 上赴唐僧收拾下行李 我们这就抬轿来送 咱们再来说一说取经团队现在的情况啊 老朱和老沙分行李 唐僧打滚哭 为什么呢 他们都以为 孙悟空被狮子精吞了 死定了 咱们还取什么精啊 散了吧 幸亏啊 孙悟空及时出现 才挽救了取经团队 原地等着狮托三兄弟来接 但是狮托三兄弟再次违约 上次大战是老大狮子精打的呀 老二还没伸手呢 还得接着打 老朱这回为了将空折罪 抽战大象精 为了保险啊 猴哥呀 你给俺老朱绑一条救命绳 我要是打不过的话 你就拉着我跑吧 老朱自信满满的出战 结果打了七八个回合 扭头就跑 还指望孙悟空拉绳子救命呢 谁承想啊 这猴子把绳子给扔了出去 本来是救命锁成了害命锁 绊倒了猪八戒 结果老朱被大象精用鼻子活捉 这个过程唐僧看得是一清二楚啊 那叫一个气呀 悟空 怪不得悟能咒你死啊 原来你兄弟全无相亲相爱之意 赚怀相继相度之心啊 猪八戒被大象精活捉 说良心话 还真就是孙悟空背后使的这坏点子 不然的话以老朱的那个机灵啊 绝对跑是跑得了的 所以唐僧说的也没错啊 找兄弟呢 还是得找师徒三兄弟那样的 人家为了兄弟可以跪地求饶 孙悟空自己呢 却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 不坑兄弟就不错了 让他去求饶休想 大象精吩咐说呀 扔在后面的池塘里泡着吧 等退了毛 泡开肚子 使盐淹了 晒干 等天一下酒吧 只见老朱四肢朝上 绝着嘴 半浮半沉的 在那池塘里泡着了 这还不够惨 更惨的是孙悟空假冒勾死人 骗了老朱的私房钱 你说老朱 攒点钱容易吗 八戒是这么说的 可怜可怜 我自作了和尚 到如今 有些善性的人叫 翟森 见我时长大呀 趁钱也比他们略多些 我拿了攒在这儿 零零碎碎有五千银子 因不好收拾啊 钱者到城中 秧了一个银匠 尖在一处 他又没天理 脱了我几分 只得四千六分一块 你拿了去吧 藏在我左耳朵眼里 这可不是什么私房钱啊 都是牙齿上挂下来的 我舍不得买了嘴痴 留了买布匹做衣服的 按理说这老朱啊 还真没做什么坏事啊 不然的话也不至于 存不着点私房钱嘛 老朱加入取经团队 就剩俩字了 命苦啊 问题又来了 孙悟空是怎么知道 这老朱有私房钱的呢 我们来看看 孙悟空的心理活动 我日前曾闻的沙僧说 他攒了些私房钱 不知可有否 且等我吓他一下看 感情是沙僧告的密啊 老沙一定是看到老朱 去打银子了 没错 老沙一直在监视老朱 老沙在取经团队当中 究竟是一个什么身份啊 后面合适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为大家揭秘啊 我们先来说 孙悟空救了老朱 逃走的时候被妖怪发现了 在洞门口又发生了一起大战 孙悟空大战大相经 这下到了老朱报复的时候了 老朱呢 在那山上竖着钉耙 不来帮打 只管呆呆的看着 光看着也就算了 他还在山顶上给大象出主意呢 那妖怪晦气啊 卷我这夯的 连手都卷住了 不能得动 卷那么滑的倒不卷手 他那两只手拿着棒 只削往鼻里一捅 那孔子里 岂不是要害疼流涕 怎能卷得他住呢 可是孙悟空从他这番话当中 确实得到了启发 用棍子去戳大象的鼻子 降伏了大象经 孙悟空牢牢地揪住大象的鼻子 八戒呢 拿着钉耙 往妖精的胯子上乱住啊 有便宜不赚那是傻子 行者这个时候说呀 不好不好 你那耙齿劲啊 蛀破了皮 躺出血来 师父看见了 又说我们伤生 你只调那饼子来打吧 猪八戒打大象经 孙悟空很是紧张 生怕猪八戒 用他那耙子打破了皮 孙悟空真是考虑 唐僧的善心吗 当然不是了 万一打坏了 怎么向人家的主人交代啊 大象经为了活命 下跪答应了所有的条件 唐老爷啊 若肯饶命 即便即便抬轿相送啊 行者道 我师父据是善圣之人 以你言且饶你命 快来抬轿来 如再便挂 拿住 绝不再饶 那么这一次 这师托岭的妖怪 真就老老实实的 来抬唐僧 做轿子 放他们过去吗 后面的节目 冉哥接着为您讲述 西游记背后的故事 故事说到 唐僧师徒来到这师托岭 师托岭有三个大魔头啊 分别是狮子静 白象静和大鹏鸟 这大鹏鸟是三大王 可不是凡间之怪物 名号云城万里鹏 行动时是团云云海 镇北图南 随身有一件宝卫 换作阴阳二气瓶 假若是把人装在这瓶中 一时三刻就化为江水啊 大鹏鸟我们都知道 那是如来的舅舅 是这么说的 是凤凰得骄和之气所生 凤凰又是非秦之掌 大鹏鸟就相当于是 所有非秦的太子啊 那乡有座城 换作师托国 他五百年前 吃了这城的国王 及文武官僚 满城的大小男女 也尽吃了干净 因此夺了他的江山 如今尽是些妖怪了 嘿 敢问西游记当中 占有一座城池的妖怪 有谁啊 只有这大鹏鸟了 就问你厉不厉害 当时如行者闹天宫 十万天兵也拿他不住者 以他回金斗云 移去十万八千里路 所以诸神不能赶上 这妖性 山一翅就有九万里 两山就赶过了 所以被他一把抓住 拿在手中 左右挣脱不得 这大鹏鸟不用宝贝 就能秒杀孙悟空 西游记当中 除了他 还有谁啊 就问你厉不厉害 三魔王道 大哥修得耸聚 我们一起上前 使枪刀 朔倒如来 夺他那雷音宝刹 这话说的可牛了啊 这可是唯一一个 敢当着如来的面 说要夺那雷音宝刹的人 厉不厉害 所以这大鹏鸟的全身上下 就写了这么一个字 牛啊 大大王与二大王 久住在石陀岭石陀洞 三大王却不在这住 他援助此西下四百里远近 那一年 打听的东土唐朝 拆一个僧人去西天取经 说僧乃是实事修行的好人 有人吃他一块肉 就严寿长生 只因怕他一个徒弟孙行者 十分厉害 自家一个难为 竟来此处 与我这两个大王 结为兄弟 何以同心 打伙捉那个唐僧啊 平顶山的金角银角 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就是银角大王没有明确的目标 但是这石陀岭三兄弟 没这个问题 人家人心奇啊 目的就是吃唐僧肉 而且还是合一同心 石陀岭目标明确 实力强悍 收拾取经团队 那么还跟玩似的 但是他们呢 却被孙悟空一个人给击败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呢 咱们要知道 石陀岭失败的原因呢 就必须要看看 孙悟空在这一战 取得了哪些胜利 先说那孙悟空 变成小钻峰 混进石陀岭的部队 一顿白货呀 列位 你们听我给你们吹呀 我早晨去巡山 见那孙悟空 蹲在店边 四个开路神啊 站起来有几十战高 手里拿着一条铁棒 就是往来搓起的 一根大杠子 在那石崖上 抄一把水 抹一抹 口里念着 杠子呀 这一向不曾拿你出来 闲闲神通 这一去就有十万妖精 也都替我打死 等我杀了那三个魔头 来激你呀 列位 那唐僧兽也不多几句 也分不到我处 我们替他顶个杠怎地 不如我们各自散一散吧 那些小妖精 听了这小赞峰的一顿白货呀 个个是心惊胆战 魂飞魄散 一窝蜂的 全都跑了 妖精为什么跑啊 唐僧只有一个 大王就有三个 怎么分也分不到 他们这些小妖精啊 我们这些小妖精 聚在一起喂麻呀 就是为混口饭吃啊 喂别人的唐僧肉冒险 不值得 这个情节 从另外一个方面 也反映出 这施陀岭三兄弟的 领导能力不行啊 留住了人 但是没留住他们的心 再比较一下 花果山的猴子们 那对孙悟空叫一个 忠心耿耿 不离不弃啊 这正是 孙大圣几句 铺头话 却如楚歌 吹散了 八千兵啊 孙悟空混入那 石头洞内 借着小赞峰之口 又吹了一通 孙悟空在外面 磨杠子呢 磨亮了 就要来打大王了 狮子精闻此言 是吓得浑身是汗啊 兄弟 我说 莫惹唐僧吧 他土地神通广大 预先做了准备 磨棍打我们 却怎生是好啊 小的们 把那洞外大小 去叫进来 关了门 让他过去吧 狮子精又听说 外面的人马早就散了 连忙高喊 快早关门 快早关门啊 狮子精 是这 尸托岭的老大 他居然没动手 就认怂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说好的 一起吃糖僧肉吗 是 原来的确是这么说的 但是大家别忘了 有一段时间 这狮子精啊 离开狮陀岭 去那乌鸡国 当了三年的国王 他和孙悟空 早在乌鸡国 就交过手了 知道孙悟空的厉害 孙悟空救活了 乌鸡国国王 他还欠老孙一个人情呢 他不想惹取经团队 放取经团队过山 情有可原 孙悟空听说 狮子精要关门 要放取经团队过去 老孙还不干了 你们躲了 我还怎么揍你们呢 于是老孙就开始挑事了 首先啊 用小赞封的身份 替自己吹牛 拿大王剥皮 二大王刮骨 三大王抽筋 你们若关了门不出去呀 他会变化 一时变了个苍蝇 从那门缝里飞进来 把我们都拿出去 却怎身是好啊 你瞧这话 完全就是激将法呀 分明就是告他们三个 老孙就是来砸场子的 你们出不出门 哎 我都要来砸场子 有本事单挑吗 所以啊 老孙怕逃不出 狮佗洞是假 怕狮佗三兄弟 真的闭门不出 反倒是真 接着呢 孙悟空还真就变了只苍蝇 来戏弄狮子精 狮佗洞从来就没有过苍蝇 突然蹦出一只金苍蝇 正撞着狮子精的脸 可把狮子精吓得够呛啊 兄弟 不停的 那花儿进门来了 惊得那大小群腰 一个个插把哨手 都上前乱扑苍蝇 第三步 孙悟空破坏了那阴阳二气瓶 孙悟空洋洋得意 不自觉笑出了原来的嘴脸 一把就被大鹏鸟给抓住了 大鹏鸟也知道孙悟空变身的漏洞 但变人物只是头脸变了 身子变不过来 还是一身黄毛 两块红骨 一条尾巴 孙悟空竟然乖乖的就被捆了 然后呢 乖乖的被装进了阴阳二气瓶 你说这阴阳二气瓶有多大呀 只得二尺四寸高 那瓶乃是阴阳二气之宝 那有七宝八卦二十四气 要三十六人按天纲之数才能抬得动啊 这瓶子有什么用呢 收入瓶中一时三刻 化为农喜 这宝物跟老君的紫金红葫芦 杨枝玉镜瓶差不多呀 只是感觉这个宝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像是放大版本的杨枝玉镜瓶 搞不好啊 是早期老君开发的版本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被大鹏鸟得去了 那么孙悟空是怎么被装进瓶子里的呢 把那行者解了绳索 剥了衣服 就着那瓶中的仙气 嗖的一声 吸入里面 将盖子盖上贴了封瓶 您看到了吗 老孙就是这么乖呀 在解了绳索之后也没有反抗 直接呢 就进去了 问题来了 孙悟空他究竟想干什么 后面的节目 然哥接着为您讲述 西游记背后的故事 故事说到在那尸陀岭啊 第二次孙悟空与尸陀岭大战的时候 受到启发 用棍子戳了大象精的鼻子 把大象精给降服了 孙悟空是牢牢地揪住大象的鼻子 八戒呢 也拿着钉耙 往妖精的胯子上乱住啊 有便宜不赚那是傻子 可是孙悟空看到猪八戒 拿这耙子去筑那大象精 却很紧张 生怕猪八戒把人家打破了皮 理由呢 很牵强 说打破了皮 躺出血来 师父看见了要说我们伤生 你掉过来用你的那个耙子饼啊 来打 孙悟空真是考虑唐僧的善心吗 当然不是 万一打坏了 怎么向人家的主人交代呀 大象精为了活命 下跪答应了所有条件 唐老爷 若肯饶命啊 即台教相送 台教相送啊 行者道 我师父居是善圣之人 以你言且饶你命 快抬教来 如再便挂 绝拿住不再饶 孙悟空也不担心 师托岭再次反悔 居然就相信了 大象精的保证 把他给放了 孙悟空是看透了师托岭 压根就没把他们当回事 师托岭被孙悟空藐视了 师托三兄弟再一次召开作战会议 师托岭夸孙悟空是广师仁义的猴头 大象精夸唐僧的慈敏 这俩人都成了曲经团队的粉丝了 表示是真心要送曲经团队过山 孙悟空仁义 这可是对孙悟空最高的评价了 您想想看啊 老孙一路上杀死那么多妖怪 剿灭了那么多山头 这个广师仁义 从一个妖怪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那么别扭呢 一共三个人开会 两个人投了投降票 大鹏鸟呵呵一笑 那只好送送送送 为什么实力强劲的师托岭 斗不过孙悟空呢 我们分析一下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是人心涣散 孙悟空几句话 就吓走了师托岭几万兵马 说明这师托岭啊 就是个纸老虎 而且师托三兄弟啊 是面和心不和 狮子精从一开始 就没想抓取精团队 想放他们过山 但是大鹏鸟 一直出主意 反对投降计划 第二个呢 是他们的战略有失误啊 师托岭三兄弟 在对战孙悟空的过程当中 一直都是一对一 先是狮子精跟孙悟空打 后又是大象精跟孙悟空 和猪八戒两个人打 完全没有发挥三兄弟 和上万人马的兵力优势啊 狮子精和孙悟空单挑 老二老三不帮忙也就算了 连加油都没喊一声 老大不是对手 换了老二出马 反倒是被猪八戒和孙悟空 给群殴了 老大老三呢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去哪了 孙悟空在石头洞里 折腾了这么久 意味着什么 唐僧就在附近呢 但是这师托三兄弟 没有一个说是要去抓唐僧的 连派个小妖去抓 这种动作都没有 孙悟空被装进了 这阴阳二气瓶 这正是抓唐僧的好机会啊 难道他们就不能兵分两路吗 就算三个老大不出手 你们那么多小妖精 也不动心吗 这这不是碾压吗 抓了唐僧 就算不吃 当个人质也是好的呀 第三点 确实孙悟空还是比较强大的 有太白金星送信 孙悟空心里是早有准备 孙悟空吹牛的本事太强大了 观音菩萨的三根毫毛 也帮了大忙 孙悟空的战斗力 确实要高于狮子经和大象经 而大鹏鸟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力 战斗力最强的大鹏鸟 除了贡献出了阴阳二气瓶 出了几个主意之外 根本就没有发挥它的战斗力 而是不停地鼓动老二老三去打 这大鹏鸟 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在这之后啊 大鹏鸟设计了一条 吊虎离山之计 选出了三十名厨师 干嘛呀 负责沿途照顾唐僧师徒起居 又选出了十六名 其中八个台轿 八个鹤鹿 他们兄弟三人 则是扶着轿子 师陀岭距离那师陀国呀 还有四百多里 唐僧呢 就坐着这个轿子 猴子让八戒啊 将行囊烧在马上 与沙僧紧随其后 他使铁棒向前开路 故盼吉凶 这一路这老唐 可是舒服极了 欢喜之见 是仇幼至 晶云太极 辟以还生 时运相逢 真太岁 幼直丧门 掉可心 说话间就来到了师陀国 这师陀国呀 先年元世天朝国 如今翻作虎狼城 师陀国本是天朝 现在变成了动物园了 问题就来了 一张门票多少钱呢 车远了 这一到目的地啊 大鹏鸟可就翻脸了 抬轿子的一口气 把唐僧抬进了师陀国 狮子精抓了老猪 大象精抓了老沙 大鹏鸟抓了孙悟空 大鹏鸟是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啊 瞬间就解决了战斗 问题来了 这大鹏鸟这么大本事 为什么排在老三呢 他怎么不当老大呀 第一个 师陀岭 师陀岭 没大鹏鸟什么事啊 师陀嘛 是人家的地盘啊 大鹏鸟属于是入伙 按照先来后到的规矩 他也就只能排老三 第二个 既然是结盟啊 就得有点牺牲 他俩的后台 才是关键 所以真正的权利啊 不在于坐在什么位置 而是在于你有多大的影响力 咱们接下来啊 重点就要来讲一讲 这大鹏鸟是怎么打算吃唐僧肉的 不许吓了唐僧 唐僧禁不得恐吓 一吓 肉可就酸了 不忠吃了 唐僧不能被吓 这是大鹏鸟吃唐僧的铁律 那怎么样才能吓不到唐僧呢 咱们再来看看他们的具体做法 他们选择的是蒸着吃 猪八戒皮糙肉厚不好蒸 放在第一格 老沙呢 放在第二格 孙悟空放在了第三格 唐僧放在第四格 这个时候老猪说呀 闷气蒸盖了龙头 出气蒸不盖 唐僧在最上头回应说 徒弟不曾盖 撑着的时候 唐僧还说着话呢 老唐是经不得吓的呀 但是活着蒸 这不是更恐怖吗 他们至少也要打晕了唐僧 别让他知道才合理呀 所以唐僧不能吓 这话呀 本身就有问题 老猪还根据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 说闷气蒸今夜必是死了 但是妖精呢 并没有闷气蒸 唐僧在最上层 然后锅盖是敞开的 这是要吃唐僧肉啊 还是要给唐僧 蒸丧麻呀 大鹏鸟 真的想吃着 唐僧肉吗 后面的节目 然哥接着为您讲述西游记背后的故事 故事说到尸陀岭这一节啊 这唐僧师徒又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就抓起来吧 还被放到蒸笼里边 准备蒸着吃 但是啊 老猪有丰富的生活经验 他说了一句 闷气蒸今夜必是死了 什么意思呀 如果是闷气蒸 他们肯定会被蒸死 但是如果不是闷气蒸 那就死不了 那妖精到底是怎么蒸的呢 还真就没有闷气蒸 唐僧在最上层 然后锅盖是敞开的 这到底是要吃唐僧啊 还是给唐僧蒸丧麻呀 大鹏鸟真的想吃唐僧肉吗 将有三更进食 指纹的老摩发放道 手下的 我等用计劳行 拿了这唐僧四重 又因香送辛苦 四昼夜未曾得睡了 今已困在笼里 料应难脱 如等用心看守 灼十个小药轮流烧火 让我们退宫 略略安寝 到那五更天色江明 必然就蒸烂了 可安排下蒜泥盐醋 请我们起来 安心的受用啊 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照这个蒸法啊 唐僧肯定是蒸不熟的 万一老唐没死 经过这一宿的惊吓 出了一身冷汗的唐僧 必然是又酸又臭啊 那这一条就违背了第一条铁律 那就是大鹏说的 这唐僧吓不得 一下就酸了 不好吃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怎么不留一个妖王 值班看炉子呢 他们又不是不知道 孙悟空的本领 就不怕孙悟空变化之后跑了 第三点 这蒸唐僧连老唐的衣服都没脱 这也太不用心了吧 所以这蒸唐僧的事啊 如果不是一个失误 那就是一个天大的阴谋 真相只有一个 他们压根啊 就没想要弄死唐僧 还给了孙悟空一夜的时间 让他去请救兵 咱们再来说孙悟空 在三个妖王开征之前 他就已经用分身法 变了个假的顶替自己 在空中撵着绝 召来了北海龙王敖顺 保住了其他三个不伤 孙悟空带三个妖王睡觉之后 听不见龙里的人声 变成了一只黑苍蝇 查看三个人的性命如何 猪八戒说呀 造化造化 今夜还不得死 这是出气症啊 孙悟空出来就把盖子盖上了 老孙是时时刻刻 不忘捉弄老猪啊 咱们看起来这是幽默 但是对于唐僧来说 那可是恐怖啊 沙僧呢 则是与长老阴阴的哭泣 老猪很是淡定 且不要哭 这一会儿烧火的换了班了 先抬上来时正合我意 我有些这个寒湿气的病 要他疼疼 这回子冷气反而上来了 烧火的长官 添上些柴便怎地 要了你的力 悟空呢 怕猪八戒走漏了风声 拿出瞌睡虫 放倒了周围的妖精们 救出了唐僧 拿了行李就跑啊 这儿又有一个问题 这孙悟空的瞌睡虫 是哪来的呀 大家还有印象吗 原著里边有写啊 第七十七回是这么写的 我当初在大圣时 曾在北天门 与护国天王猜眉耍子 赢得他的瞌睡虫啊 还有几个 送了他吧 第二十五回 却不是这么说的 他腰里有带的瞌睡虫 原来是在东天门 与增长天王 猜眉耍子赢的 同样是瞌睡虫 为什么来自不同的地方呢 在武装观的时候 咱们说孙悟空的瞌睡虫啊 是他从五行山那一站 偷偷去天庭赢的 可是根据这儿的说法 他做大圣的时候 就有了瞌睡虫了 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 第二十五回啊 那个描述是旁白 不是孙大圣的字数 而第七十七回的表述呢 是孙悟空的想法 这两个相比啊 旁白的可信度自然更高 孙悟空的想法呢 可能有误 武装观从增长天王那儿 迎来的本来是用完了 可是发现身上还有 他就误以为是当年 从护国天王处迎的 其实啊 是因为瞌睡虫的繁殖能力啊 比较强 还留下了一些种子 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啊 取经团队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失托国呀 防守很严密 正阳门后载门 只听得邦铃乱响 门上有锁呀 锁上还贴了封瓶 第二个有个bug什么呢 唐僧他飞不了啊 行者道 只为唐僧未超三界外 建在五行中 一身都是父母的灼骨 所以不得升价 难逃 难逃 猪八戒建议去爬墙 但是孙悟空说呀 这个不好 此时无奈 作他过去 到取经回来 你这呆子口场 岩地里就得人说 我们是爬墙头的和尚了 按照孙悟空这个说法 他之所以不愿意 让唐僧爬墙头啊 是因为怕唐僧名声不好 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八戒是最知道变通的了 此时也顾不得行俭 且逃命去吧 那三个魔头 在宫中正睡着 忽然惊觉 说走了唐僧 一个个披衣忙起 急登宝殿 你想啊 能不发现吗 这师陀三兄弟 压根就是假装去睡觉的 时刻做好了准备 迎接最终的大战 不过大战并没有来 只是又抓了一遍取经团队 这对于大鹏鸟来说呀 也算是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孙悟空跑了 这也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不过还有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狮子精 抓住唐僧 抱住不放 就要生吃啊 劫匪狮子精 劫持了唐僧 情况万分危急 警方的谈判专家 大鹏鸟 赶紧到达现场 哎呀我说大哥 你抱住他怎地 终不然就活吃 却也没些趣味 此物比不得那些 渔夫俗子 拿了可以当饭 这可是上班稀奇之物 必须待天阴闲暇下之时 拿他出来整治清洁 才没行令 细吹细打 方可吃啊 来人 去把唐僧 关在铁柜里线 最终啊 还是这谈判专家 大鹏鸟发挥了聪明才智 解救了人质唐僧 咱们不难发现啊 大鹏鸟对于唐僧肉的表态 完全是矛盾的 明明怕吓着唐僧 却要活争着吃 明明说要争着吃 却还说要整治 清洁 猜眉行令的 慢慢吃 现在就有个疑问了 这唐僧肉真的吃了 就能长生不老吗 恐怕这事啊 还有点悬 唐僧真正的作用 可能不是吃 而是谈判的筹码 那么既然大鹏鸟 不想吃唐僧肉 干嘛还非得 拦截着取经团队呢 后面的节目 然哥接着为您讲述 西游记背后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